主料,蓝莓70克,树莓30克,淡奶油40毫升,牛奶30毫升,淡奶油95克,辅量,柠檬汁一小勺,细砂糖55克,吉利丁片8克,蛋黄一个,火米150克,糖10克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蓝莓和树莓一起倒入锅中, 加入35克的细砂糖和柠檬汁,熬煮成粘稠的果泥,晾至温热,加入好软的吉利丁片,搅拌均匀备用,牛奶倒入容器中,加入40毫升的大奶油,煮至沸腾关火,取一个鸡蛋黄,加入20克的细砂糖,大致发白颜色变浅,将刚才煮好的淡奶油和牛奶缓缓倒入蛋黄椰中,搅拌均匀,过筛一下, 可以让口感更细腻,量至温热,成奶油壶,取95克大奶油加10克汤,打发至微微流动的状态,气氛发就可以了,果泥与奶油壶混合均匀,倒入刚才打发好的奶油中,充分搅拌均匀,倒入模具中,上边可以加一些自己喜欢的水果做装饰,冰箱冷藏3个小时以上,凝固了就可以实用了,烹饪技巧, 也可以换成其他浆果,草莓什么的都可以,而没有新鲜的水果也可以直接用果酱来熬煮,加少许水就可以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